運送到另外一岸 有罐手挖斗再運物資 哎呀 漂亮 這些緩衫的年輕人 還有人力來接龍 警察消防加上當地青年投入徒手 運補物資的行列 台中和平區大離山地區 高山地表物資運補移動的行動 就在二十六號風雨中進行 因為大部分居民都在離山 還有一部分居民住在新嘉陽部落 其中的林外道路傳出探方災情 造成路段 就怕部落居民糧食斷炊 立委何興淳也動身前往和平谷關 帶來補給物資 慰勞必須挺進災區的工程人員 呼應高山救災物資運補 分頭進行 刻不容緩 辛苦了 注意安全 三零星台中綜合報導